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禁闻 中共病毒疫情因为中共当局的隐瞒 几个月来蔓延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 4月23日美国大纪元时报发表特稿 提醒各国政府和民众反思这场瘟疫与共产党的关系 还有个人和国家应该如何避疫自救的问题 文章指出 这次瘟疫的传播趋势已经鲜明的点出了病毒的目标和它的目的 那就是它是冲着共产党来的 中共暴政70年不仅在国内迫害中国民众 在海外它也一直以经济利益为诱饵 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腐蚀渗透 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那些受到利诱的国家和地区 在与中共加强往来为其站台的同时 却不知厄运也随之而来 这次中共病毒的扩散之势 清晰地勾勒出了 它要寻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 和个人而一路蔓延 文章并强调千百年来 神一直在呵护着人类 在疫情中 只要人们拒绝中共 就可以得到神的护佑 这也是人类远离瘟疫的最根本的保障 文章还说 如果有人不幸感染了中共病毒 不妨真心地念一念 打倒中共恶魔 也许奇迹就会出现 好 下面请看今天的时事禁闻